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 我们继续跟进本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彩福婚宴集团 今天发了一篇声明 他们澄清 与御宴集团 并无任何关系 可以说是要与御宴 或清界线 割席 为什么会有这篇声明呢? 我相信是跟近日 御宴集团主席张家豪 在城市论坛上发表的一些巨争与性言论有关 因为网络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声音 说要抵制御宴集团 第二宗消息 在今晚 尖沙咀的美元大厦 忽然被封锁 整座大厦的住客 被安排 进行21日的强制检疫 何柏良医生 他指出了 特区政府 在外防输入方面 有四大流动 我觉得他也说得挺准确的 在说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 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到底这个彩福集团 那篇声明是怎样说的 他们就说 现时由何志强先生及何卫雄先生 豁胡何氏兄弟 持有的彩福分宴集团 包括了有旗下的品牌 彩福王宴 彩福喜宴 和彩惠軒 和张家豪先生持有的余宴 没有任何关系 彩福品牌在2000年 由何氏兄弟和张氏兄弟共同创立 早在2009年 双方由于发展方向存在分歧 而决定将集团分拆分家 何氏保留了彩福品牌 张氏另外创立余宴品牌至今 两个集团自此是独立运作 互相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 特此声明彩福婚宴集团 2021年5月3号 这篇声明可以说是 跟余宴 摆明就是割席 为什么要跟他割席 当然跟张家豪 太高调讲这些 巨争以性的说话有关 本来 余宴内部内部通告 叫员工去打针 就已经引起了牵然大波 令到那位张家豪主席 备受这个舆论批评 他上到城市论坛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 那些年轻人被人利用出来 扔汽油弹就有 这句话又引发了一些 网民的不满 于是大家在Facebook上 应该都看到 有些人就说 如果收到 派请帖的时候 发现那张请帖上是叫你去 遇宴集团旗下的那些酒楼 他们就说要抵制 事实上在网络上 就已经有这个声音存在了 所以现在 《彩福紧急法》这篇声明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要割席自保 尤其是 杰德婚那些 懂得分年龄的 多数都是二十多三十岁的那些人 那些人主要来说 都是黄尸居多的 张家豪主席去说 这么有争议性的说话 就当然会得罪了那些 就是摆酒客的 所以那些人 分分钟 不再去 帮衬这个御宴 也不奇怪 反而来说 有些下定的 就真的 床板夹什么 因为 你叫人撤订的话 肯定就不会展示你的 当然 那个市主可以撤订 你放弃那笔订金就可以了 你想拿回 真是难上加难 尤其是 在现在这个市场 他更加不用想 问题就是 如果他坚持继续在御宴摆酒的话 又担心 请那些奔客 又不到场 所以呢 这帮人 就真的是 进退维谷 反而来说 那些还没落订的 他就聪明了 到底选哪一家酒楼好呢 彩福整篇的声明出来 明明就是要割席 他也说自己是婚宴集团 当然是想保住婚宴的生意 实际 在香港 可以搞酒楼生意 我也说了 10个老板有9个半都是男的 问题就是 只要那些老板少点出声的话 其实那些市民也是 好吗不要听 眼睛开眼睛闭的 他抵制得多少才行 除非有些人他本身都不喜欢喝茶 那些就谈不上抵制 因为你都不喝茶 你抵制什么呢 你本身都不去的时候 问题就是有些茶客 比如说中年以上的就更喜欢喝茶 那些茶客 老实说你以为他不知道哪些是 哪些是南店 哪些是黄店 问题就是黄店 极小的情况下 他要喝茶有时都会烤喝的 只要不是像美心阿婆 或者是这位御宴老板 在咱们的咱们屁喱咱说太多说 大家都不会说太执着 但是 你一说到这种美心 那些大修刺激到市民的情威 他们一 язы color 就不能去喝茶 二ENS是非常好 或许多收进行 الشки 他们也未必肯愿意出席 他们去搞婚宴 参与民主婚当时 如果他们不到 会是没有名 communist 这就跟伴世博 上官生 老实说,就满声发大财 何必在这里来烫这些混水? 我也不明白 做生意是求财的,不是求气的嘛 你搞一间酒楼出来,无非是为了赚钱而已 你华之光是光顶蓝,是不是? 现在彩福就弄了一篇声明出来,先画清界线 预烟自己硬吃了 接着我们就看看第二单的消息 在今晚大约8点钟,有大批新村全副防护装备的人员和警员 去到尖沙咀金巴利道69至71号美园大厦 进行了特杂强检行动 今次的行动就会撤离大厦的所有居民,而不会封销 好了,现场所见有些人又激动落泪 因为家中有些动物需要暂寄养在亲友家里 现在这班住客就会被强制检疫21天,送往隔离营了 如果住户出现病症,就会送院接受治疗 为什么会安排这班人去检疫呢? 卫生防护中心说 有一个28岁的女人是家庭主妇 4月4日乘搭航班从印度德里飞抵香港 4日至25日在富豪东方酒店进行检疫 25日完成检疫后返回美园大厦的住所居住 4月26日去到伊丽莎白医院求诊 在急证室采养时没有确诊 好了,去到4月30日 再进行抵港26日检测的时候 结果不确定 昨天获安排入院接受进一步检测 现在卫生防护中心说 初步显示涉及N501Y变种病毒的输入个案 整件事相当奇怪 在酒店进行检疫又进行过检测 多次都说是阴性 到昨天才确认是阳性 中间的检测是不是厉害了 究竟是这个病毒潜伏得这么久 还是检测或检疫过程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 这件事真是很奇怪 检测这么多次都没有事 现在又说有事 接着又说安排那些人进行21天的 强制检疫去隔离 那就是令本地的住客折腾 老实说你要外防输入 应该是防得好些 所以我觉得何柏良今天提出特区政府在外防输入有四大问题 是说得很到位的 他说哪四大问题 第一就是太迟禁飞 那个熔断机制 第二 第二检疫个案是有漏洞 第三 採养检测有问题 第四 检疫酒店 有证据显示 这个检疫人士之间可以互相传播 使得病毒流出社区 何柏良医生有什么建议呢 第一 他说熔断机制 就是那些航班 肯定会有滞后 令到那些变种病毒个案输入 他就说 这个熔断机制 只是考虑到机场底部的个案 没有考虑到检疫期间发生的 确诊个案 他就形容这个措施不够紧 哇 原来这个熔断机制是这么流的 我现在才知道 就是听他这么说 就是说你在机场那里 一检测到 他阴性 那你就不当他是 喂 他在酒店检疫期间 或者在检疫过后再确诊的时候 那你也要熔断 尤其是那些 来自疫区的落后国家 你经常被那些航班 进入香港做什么 英国这么文明 这么先进 底港的航班都禁了好一段时间 为什么不能够 拿出禁止英国抵港的客运航班的效率 来禁止那些 来自印度 尼泊尔那些国家的航班 当然 现在追究就太迟了 因为现在已经停了 问题就是 你停之前 已经有些这样的个案 进入社区了 但是往后的日子 你就要看紧一点 旅游气泡可以继续搞 我认为 也一定要继续搞 因为经济就要不断地发展 你没理由整天长期的 旅游业停摆是搞不定的 但是 喂 来自那些落后地区的 你明知道它爆得很厉害的 不要开字了 对吧 英国都禁止了差不多半年了 才说将会在五月开回 其他国家的疫苗还没打 爆到乱七八糟的 那你开放给它做什么呢 你是拦毁了本地的居民 现在大佬 握得这么紧 隔离二十一天 很多人要上班上货的 不要说上货那些 我认为是想不想走 上班那些大佬有很多手庭口庭 你顾念一下那些市民才行 不是说每个老板都这么体恤你的 就算你说什么work from home work条毛 你看看那些人走进去捉高弯那里 连WiFi都没有 work什么东西 是不是 收得那个手机电话讯号 收不收得好呢 如果收不好 你叫他去换那张数据卡 都难了 他都出不了 怎么买得给他 是不是 所以 哎 真是 听一下何柏良医生的建议 他还说到 说检疫酒店就不是医院来的 在走廊部分 那个通道的设计 完全缺乏通风和先风 循环系统又未必过累到病毒 故此 检疫人士就可能在楼层那里 是互相感染的 他就建议政府 要为那些检疫人士的採养检测 在头一个星期要加密 或者在入住的第三日 第四日再做检测 那就是咯 那就是咯 就做咯 这些检测 反正他都困在酒店那里 也不争在咯 是不是 这些东西是花多少钱 多余的 你听一下他这么说 没有坏的 检测而已 是不是 像他说的 在上游那里做得好些咯 好过入了社区之后 才在下游那里补救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的 这些建议是 好了 这次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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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